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我是Lex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Amazfit刚刚发布的这个Amazfit B3 Pro 那这次的B3系列有分为两种 分别是入门版的B3,售价为RM199 而这个B3 Pro则是RM249 Amazfit B3已经可以到他们的Shopee官方店铺直接购买了 而B3 Pro则是开始开放Preorder 价格两者来说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入手的 那好入手归好入手 至于这个价位之中到底还给了你什么的功能呢? 今天的视频就带你们一看就近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 老规矩,我们就先从它的这个设计开始看起 B3 Pro的表身和按键材质为磨砂塑料 中框则是采用这个直屏的设计 到了底部的收边则是采用了比较圆润的设计 传感器则是采用了比较深色的磨砂塑料 作为搭配 整体的一体性看上去还是比较强的 矽脚表带的材质非常舒服 不黏汗 平时运动游泳的时候也不会弄得很不舒服 较为特别的是这一侧表带用了一个线条刻画去涂出它的这个立体感 让整个手表看起来其实没有那么的廉价 另外有一点我是特别喜欢这一侧的设计是 一般来说矽脚的表带用久了一段时间之后 会特别容易就是松的 然后会造成这个扣甲特别容易脱落 为了减低这个问题的发生 Amazfit比较贴心的内置了一个扣甲固定在表扣里面 从物理上其实可以得到一定的固定效果的 另外它也做到了5ATM的防水等级 一般防止雨水还是进行短时间的游泳 都是轻松可以办到的 也因为大部分的材质都是塑料和细胶 所以重量控制在33.2克重 长期佩戴也不会有什么存在感 经过这段时间的使用 我发现它给我最大的感知就是它没有感知 所以你轻装上阵即可出门 这个感觉真的是很爽 至于这个价位中可以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体验呢? 其实多半的体验都是来自于屏幕这方面 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数值 Bit3 Pro 搭载的是1.69寸的TFT显示屏 218ppi 在这个价位中算是一块超大超大的屏幕了 而且也把面板做成了2.5D的玻璃 所以滑动的时候也保证了一定的舒适度 在面板的表层它也有加上一层输油层下去 就可以很好的防止指纹印下去了 至于下巴其实算是比较厚的 所以表盘的部分多数都采用了黑色的基底 作为设计的元素 那就不会看起来非常突兀了 表盘方面也提供了超过50多种各式各样的表盘 算是给好给满了 另外有一点真的让我蛮惊讶的 就是它这个信息的通知栏真的是做得很不错 同步时间超快之余 可以看到的信息量其实真的非常多 是我玩过这个价位的手表里面 UI做到最好的 而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 是因为这个价位的用户群 多数买手表呢 也只是想体验一下智能手表的基本功能 看看时间啊 还有就是看看信息而已 那Amazfit Bit3 Pro 这一次它把这一些基本功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绝对可以满足这一些用户群的需求 最后就是续航的部分 它搭载了280毫安时电池容量 官方是宣称最常可以提供长达14天的续航 重度的话是7天这样子 那根据我的使用习惯呢 亮度开最大 24小时的心跳侦测这一些都开着 也不运动 只用桌面上的基本功能 以我自己本身的使用习惯作为这一次的测试数据 续航的部分大概在8-9天之内呢 就完结傻滑了 跟官方给出的数据其实出入不大 那就证明了它这个续航呢 是真的蛮强大的 接下来就来到了功能的部分 功能的方面虽说不算多 但现在呢该给的都有给到你 所以就变得很实用了 首先是这一次搭载了超过60种的运动模式 基本的都应有尽有 对于初次使用智能手表的话 绝对能满足你的需求 当然它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模式 例如格斗类的空手道 跆拳道 跆拳这一些都是比较少见的模式 如果你本身是有进行这些运动的呢 建议你直接入手Pro板 是因为这一些功能呢 只有Pro板才支援的 更重要的是 只有Pro板呢 它才搭载了这个GPS的系统 所以你是本身有骑行啊 这种习惯这种运动的朋友们呢 建议直接入手Pro板 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吸引的 就是在这次的价钱中 可以做到下方悬养功能呢 是真香的 至少这个功能 虽然不能做医疗数据 但是基本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呢 其实是ok的 另外24小时的心跳和压力 政测 睡眠政测 近期追踪这些统统都有 除了近期追踪之外 其实其他的那些功能呢 基本上都不需要你特地去设置啊 还是去调整什么的 你只需要做的就是负责把手表戴上手就好了 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就可以打开手机的APP 去了解下你身体的情况 这些东西呢 这个手表跟APP都会自动整理给你的 而且它的PAI系统呢 也可以根据目前收集的所有数据 去帮你的身体打分 PAI也会适当地给用户一些运动啊 或者是作息的建议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蛮可靠的一个系统来的 Lectron Ray 本是B3 Pro 的这个表现呢 其实可以说是在我的意料之外的 第一方面是来自于用户体验 因为Amazfit 本身是一家设计智能手表公司 所以相对于所有的品牌或平台的手机 都有着特别高的兼容度 首先这点呢 就是它在这个价位中的优势 也是它做到比较好的一个原因 第二点就是它的价格很好入手 对于很多只是想try一下那个智能手表 看看它们适不适合用 或者只是想买来记录一下心跳 或者是运动的用户来说 其实是非常友善 这些用户往往都没有想过 要去买到Apple Watch的一个价位的产品 也不需要用到它们那么高端的功能 这时候一款价格清明 然后功能又齐全的智能手表呢 就是它们的首选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 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呢 就在留言下面问我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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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